如果你站在解脱的心态 来受保安在戒 念一下六十小节 就是乘以三倍 所以各位短期书家 一天两天你都要很计较 赶快受 少一天也不好 六十小节最好不要回家了 你世间赚多少黄金呢 一小节就十三亿四千万年 你算一算 富贵自在 做几百次的皇帝 所以讲到做皇帝 佛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各位都听过 普达王的故事 所以有一天 六灾日一到 这个普达国王呢 就自己会在 面对佛陀的方向 虽然他没有到佛陀请求 自己受八观摘戒 受完以后朝佛陀的方向 顶礼顶礼 那个时候国家的这些王臣 大家要奇怪 为什么我们国王这六天 每天要朝那个方向拜 然后那一天就 穿得很朴素 不唱歌跳舞 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佛 他们没有 那这个普达国王是因为 素氏的上根 但是大家不敢问国王 那有一天 有一个国王远远看到一个 出家人过来 然后这个国王就赶快下去 跟这个出家人顶礼顶礼 那这位出家人是为阿罗汉 正的神通 然后顶礼完以后 那国王就供养就离开了 然后那个时候 这些大臣就去问这个 比丘说 为什么我们国王要对你这么尊敬 还供养你 那这位比丘 他是阿罗汉 会看前世 他说啊 事实上你们国王啊 上辈子是你们老国王的直盖小儿 什么叫直盖 就是太阳 印度太阳很大 所以国王走到哪里 他要帮他拿个帆盖 像闪一样 帮他挡太阳 所以 那有一次你们的老国王 去接近佛陀 受一次傍晚宰戒 这个直盖小儿在旁边 那么也很认真的 受八官宰戒 所以因为这样 他就投胎做你们老国王的独生子 就是你们现在的普达国王 所以普达国王 因为过去是种这个善因 所以这一辈子 只要六栽日 虽然他没有亲近佛陀 他就自动守戒 朝佛陀方向顶礼 他还要继续修这个功德 所以 大家 一听 各位 你这样一听 想不想受八官宰戒 所以所有国家的人 一听都想要受八官宰戒 然后那时候就问比丘说 那 那怎么受 那这比丘回答了 我的老师 叫佛陀 是三界至尊 由大卫德 如果你们要受八官宰戒 你们要 依止他 这个依止就是 归依的意思 念一下 南无普达亚 我就是带大家念 依止 所以 那个时候 当大家 朝着佛陀的方向 随着阿罗汉比丘念 南无普达亚 佛陀骗之一切 马上 用他的神通 陷到这个国家 大众面前 大家看到真实的佛陀了 见佛像好 所以各位 你要是很虔诚 一元成就 你真的会看到文书菩萨 你会看到观世音菩萨 乃是梦中 乃是定中 但是无论如何 你有信心 我们只要一生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加持 所以 大家看到佛的 向好庄严 欢喜色受 所有的臣子 都对佛陀 无体投地 自成顶礼 而求受八万哉戒 那佛大慈大悲 为大众传授了八万哉戒 竟宣说了四圣体 的佛法 所以 因为如此 全国老百姓 信授佛法 授慈灾戒 修五戒十善 所以整个国家老百姓 过着清静安乐的生活 各位我讲这一段 我们过去时是荷兰人 我们回来为荷兰人受戒 好不好 然后呢 约哪一天 因为我那天问我们 成功农菩萨 我说我们 荷兰有多少出家人 他说 藏传佛教的拉玛 大概就八百多个了 但是八百多个大部分都还俗 因为没办法 他们是为了拿签证 要在这边三年读书和工作 可能签证拿到了 他就会恢复他们的出家人 但是至少何然有八百个人 受过佛教教育的 那当然汉人也有 所以如果哪一天能够恢复 他们 愿意至少来受保管在阶 他们的教法 他们都受过完整的 佛教 这过程 那如果他们也学会当地的语言 或英文 将来弘扬佛法 不可思议 但是 我们听这个故事 那如果我们 今天大家怀着悲心 精进的来受戒 特别是短期出家 对整个欧洲 或整个地球 会有大的帮助 风调雨顺 老百姓 清静安乐 所以 我特别讲的这两个故事 明天抽杯 你不要听完就算了 我操了老半天 就把这些讲漏了 这个故事我以前都讲了 但是我讲的不完整 所以我这两天看了很多经典 所以 很多人写得非常完整 所以 我特别手抄一遍 因为这样 讲一遍 讲两遍 就会背下来 对不对 这样一听 想不享受八戒 跳起来都去守戒了 再翻成荷兰文 全部都来了 总统也来了 荷兰国王 非常谦虚的 报纸有没有看过 他已经偷偷开飞机 二十一年了 没人知道 你坐河拉航空来 搞不好是国王开的 因为国王说 他每次开飞机 也就会心胸广大 怀着对世界的广大 这个国王不是一般人 所以 这么伟大的国王 帮人家开飞机 开二十一年 没人知道 所以 也怪不得 他身在一个 有福报的地方 所以各位 你要 观修 每一个佛的伟大 三十五佛 五十三佛 行结千佛 你千万不要懒惰 说我认识一个佛教 其他我不想认识 每一个佛 因地怎么修行的 怎么发心的 那 你都去了解 那佛陀 是怎么修行的 那这佛陀的本身故事 一切为了众生 而成佛 太慈悲了 慈悲导师 第二个念法 那每一个佛陀 都体悟到 因果真理 所以 法就是 不离开因果的空性 所以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都顶礼真理 三宝里面 法最重要 那各位要看经典 思维佛陀的思想 第三 念僧 大乘的僧且 就是菩萨 这些菩萨 有形的跟无形的 显现出来的 那是人天福天 你能够供养一个出家人 来世都升天 天上的神 可以升更高的天神 如果我们相信三宝 又有慈戒布施 那来世升天 所以各位 今天首八万载戒 再念一次 七世升天 至少七次 就像有相夫人一样 所以 然后呢 在人间大富贵 所以长寿安乐 他说我们 站在菩萨道 我们念什么天 来 都帅内院 我们要去清净 弥勒菩萨 玄奘法师 太须大师 都在 都帅天 你要成佛 最后一定要在 都帅天 做天主 就是都帅天 菩萨 就像现在 弥勒菩萨 然后呢 才趁愿再来 甚至念净土 第五念戒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守五戒 三规一戒 五戒 十善戒 八观哉戒 菩萨戒 那各位如果受过菩萨戒 你在六战日 你要 互习你的菩萨戒的 每一个戒条 你要反省 每一条做得好不好 不是说 菩萨生 不偷套 不妄语 那你还在骗人 骂人 而是真实 有没有 按照这样去做 像各位这一次 你来受八观哉戒 将来你回到家里 公司 你受过八观哉戒 都可以引导别人 受八观哉戒 虽然你不是说 站在中间 主法 但是你念 大家跟着念 大家都一样 受到戒 所以这个八观哉戒 只要你受过一次 你就可以 自受八观哉戒 自受八观哉戒 五分钟 十分钟 以后各位 这几天最好这么做 你早上一睡醒 就自己在佛前 或是爬到这边 来念一遍 有短轨 短轨五分钟 十分钟就念完了 尽管在短期出家 还是每天念一遍 还是说 从明天开始 我会请几位法师 轮流 好不好 然后就在这边 为各位 菩萨 就是受宝文才戒 简单的念一遍 然后 那你再去 用沼灾 这样 那这样整天会圆满 因为你要圆满 二十四个钟头 对不对 你要二十四个钟头 都圆满 那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去参加 大宝宝 祈愿法会 五点半 对不对 没有太阳 就要瘦 那这边太阳是 几点出来 五点那你四点半 就要来瘦了 意思是说 天还没有亮之前 你要瘦完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就慢慢进步 就是说你一醒来 你就念一遍 因为那时候太阳 如果还没出来 那如果当然六点 又开始瘦 那也好 我正式在瘦 头无所谓 站在修行 的过程 最重要的 那叫 净除业障 累积之良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 忏悔 那这个忏悔 必要变成一种仪轨 就是说你要去反省 佛跟我之间 我们哪里不圆满 然后呢 所以不断地在忏悔 第二个 看到众生 就不断地在造业 受苦 所以要替众生忏悔 累积之良 那三宝是无上福天 所以每天都要 做供养 哪怕一杯水 各位讲 哪怕一杯水 超过二十四个钟头 不供养 就犯了菩萨的 清界 就是说你对三宝 失去信心 所以 那各位要 哪怕一杯水 透过这杯水来观想 十供养 种种的供养 当然最高的供养 除了这个四的供养 就是礼的供养 就是各位要观修空性 悲心的实践 所以佛陀才会说 发菩提心为第一供养 因为你要 赫丹如来加业 但是 虽然要达到这个 但是你不要舍弃 最基本的 不能说 我现在修空性了 所以我不用典香 我现在修空性了 所以我不用拜佛了 那这样说呢 那以后你就会变成 罗汉托空波了 就是说 虽然你有一个智慧 甚至你正在罗汉 但是你永远 都没福报 所以 修学佛法是 福德智慧 特别就算 你已经到了相当阶段 你还在为众生修福报 因为 这个叫大福剧 为什么 因为众生无量无贬 那很多众生 现实上还在受苦 所以 那我们不断地修福报 来 减低众生的痛苦 各位要相信 哇 他们都来了 他们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大家今天的前程 因缘成熟 来到这个 荷兰这个地方 所以 台湾也曾经被荷兰占据过 马来西亚也被荷兰占据过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都是姻缘吧 你想想看 这个地方坐船 坐到台湾去 哇 这些人也很苦 所以我在台湾南部 最南部有个 恒春 那边有一个庙 就是一个荷兰公主庙 这什么意思呢 他的爱人成为军官 被派到台湾去 结果呢 死在台湾 那消息传过去 他坐了一艘船 来到台湾 去找他的爱人 后来也病死在那个地方 当地人就把他 留下来的帽子 衣服 替他盖了一个 叫八宝公主 听说还很灵验 很灵验 那这个爱情真伟大 但是无论如何 然后这就代表 世界是一体的 然后我们也带着他们 忏悔 希望他们 所以来 一心引擎 八宝公主 带着所有军人亡魂 回到荷兰 现在马六甲 有很多荷兰人的后代